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上个月在你家买的电热毯 就是广告词上写着温暖的能找出猫来的电热毯那一款 嗯 亲亲的电热毯是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问题很大 它真的长出猫来了 是的呢 是的呢 什么是 我没有提前告知的亲 温暖的能长出猫来的电热毯 在商品详情和包装盒上都有印的呢 亲亲 可我以为那是广告词啊 我就是因为这句广告词很可爱才买的 我们的说明书里有写又亲 用14种语言写了注意事项呢 亲 在长期不使用的情况下 请保持电热毯关闭 在恒温37摄氏度连续保持72个小时以上 就有一定概率长出猫来的亲 说明书里有写的亲 你在逗我 电热毯为什么会长出猫 这科学嘛 我没有提前告知的亲 请不要激动亲 我怎么可能不激动 电热毯 长出了 猫 你告诉我怎么才能不激动 已经长出猫来的电热毯是不可以退货的呢 亲亲 这已经不是退不退货的事了吧 那 亲亲对电热毯还满意吗 嗯 这个的话还好了 蛮暖和的 那 亲亲是不喜欢猫吗 不啊 我是重度云形猫患者 只是我还没有自己养过猫 那不是很好吗 您既拥有了电热毯 又拥有了猫 好像有点道理 个头啊 这猫是从电热毯里长出来的 什么猫是从电热毯里长出来的 英雄不问出处呢 亲亲 英雄至少都是英雄他妈生的吧 你见过哪个英雄是从电热毯里长出来的 亲亲您可能有误解 英雄未必喜欢电热毯 但猫很喜欢电热毯呦 所以电热毯长不出英雄 只能长出猫来哦 亲 什么游论 从来没有听说过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您不是已经亲眼见到了吗 亲 请问亲亲还有别的事吗 他从床上跳下来了 他在冲我喵喵地叫 我真的没有养过猫忘我啊 嗯 他可能是饿了 店里有新手养猫大礼包 要不要考虑一下呢 亲 阴谋 这一定是阴谋 铁巴曝光 挂一个无良淘宝商家 天凉了 我在一家淘宝店买了一张电热毯 用了不到一个礼拜 他居然长出猫来了 这像话吗 害得我不得不在他家 又买了新手养猫大礼包 因为客服说 他家的宠物用品 跟他家电热毯里长出来的猫 无比的suit 于是后续我还要不停地 在他家买猫砂跟猫粮 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太过分了 我要曝光它 沙发 板凳 地板 有点凉 能不能帮我铺张电热毯啊 铺电热毯可以啊 长出猫来后果自负 没问题 我愿意为此负责 不是 你们有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为什么你们可以表现得这么冷静 楼主到底在激动什么 电热毯长出猫 不是基本操作吗 没错 楼主如果是因为自己忘记关电热毯而长出猫来的话 就没有资格挂电家 啥 我支持楼主 长出猫什么的 真的是太过分了 楼主曝光你的猫 让我们来帮你谴责它 同意 曝光它 请问 我是跟你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吗 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显得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是闯入了什么唯心主义结界吗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众法治爱国敬业成心有筛 我作证 楼主所在的外面一切正常 现在可以曝光你的猫了 曝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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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不要闹了 他们都在跟楼主开玩笑呢 众所周知 顶着它 是不会长出来猫来的 楼主啊 可能是被奸商给骗了 终于有一个正常人了 你把猫发出来 我们研究一下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能不能找到漏洞 投资这家淘宝店 让店小二 出面给你退款 那好吧 看得到图吗 我在楼中楼发了图 要是没看到的话 我再发一遍 还有它睡着的样子 对了 它好能吃的 别看上面那张小小的 转眼头长这么胖了 这是它在玩动猫棒 还有这些 这些 这些 卧槽 好萌 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这是哪个牌子的电视台 为什么我见过那猫都不其他可爱 楼主 求个淘宝店 不是 请务必曝光店名 让我们一起去投诉这家店 楼主人呢 一击脱离了 真的不是来绣猫的 来了 来了 我刚刚又去给猫拍照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好像根本就停不下来 淘宝的地址在这里 请热心的网友帮我投诉到底 为了感谢各位的支持 这个帖子 我就用来长期的更新猫片了 嗯 球帮顶 来来来来 来 往这边跑 哎 真乖 亲亲 您在吗 亲亲 有什么事直说 亲亲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店里的生意变得特别好 很多买家都说他们是从论坛的一个宣传帖那里看到的地址 我们了解了一下 好像是亲亲您为我家做的宣传呢 啥 非常感谢亲亲的免费宣传 我们决定赠送亲一份礼物 来表达小店的谢意 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并没有宣传 等等 什么礼物 是小店最新推出的明星产品 舒适的能找出美少女的床垫 送给亲亲体验 请问邮寄到亲亲之前的地址就可以吗 啊 啊 没问题的话 我这就为亲亲安排了 祝亲亲铁愉快 我靠你谁呀 你说呢 我靠你干嘛 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不是舒适的能长出美少女的床垫 而是豪华的能长出霸道总裁的床垫这一款呢 亲亲亲如果建议的话 可以联系我更换 再次向亲亲道歉 对不起 亲亲您在吗 亲亲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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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客服 在呢 亲亲 请问有什么事吗 亲亲 请问上个月寄过去的床垫 亲亲还满意吗 亲亲有没有收到我的留言 还需要为亲亲更换吗 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来买东西的 没问题呢 亲亲 请问亲亲需要什么呢 平平凡凡 普普通通 什么都长不出来的 双人间热台 有吗 ա 杉磊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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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到到有点烦恼 今天的意外 是收到一只马 他拥有眉毛 还懂爱睡觉 他走路轻敲敲 最爱宝宝 胆子里长出了毛 他声势很蹊跷 让我这平淡人身变得奇妙 我就发出警告 事情有点糟糕 怎样远没有经验 有点难够 他总是摔倒 总是跌架 看到窗外小鸟 就准备起跳 他脾气不小 鸽子长不高 没有抓到礼物 又被祈祷 鸽子里长出了毛 他每天喵喵叫 今天也有为自己眉毛烦恼 胆子里长出了毛 他每天都叼毛 虽然他可爱 但是很难清晒 不过他做过可爱总是撒娇 看在他的眉毛上 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今天的意外 是摊子又说到一条 猜猜会是什么 或许还是一只猫 我猜错了 以为实在很难猜到 会从摊子里长出个现身 他有点高 下一次要买个什么 摊子呢 还是哺哺痛痛 平凡一点就好 毕竟想要他 我都已经得到 我都已经得到 在面前过 大好 我都已经得到 我都已经得到 宽态了 本事 我把你不得了 我都已经得到 你是那一下 我都不是 我都没有 你 我都没有